自iPhone6发布以来 相机模组的突出一直为人所扑病 因为整机一体性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不掏上保护壳 摩损情况也会更加严重 一步小心相机晶片上就是一道道的划痕 至于手机拍摄功能的影响非常大 鼓潮数年后 苹果好像终于也忍不住了 为了解决相机突起的问题 最近就有申请了一件专利 有可能会进一步缩小相机模组厚度 甚至让突起完全消失 据相关媒体报道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当地时间星期四 也披露了一件苹果相关的专利申请文档 提及苹果现在正积极探索 利用光型号去取代电信号 以实现相机传感器与移动设备内 其他原器件的通讯简而言之 采用这个方案后 就可以缩小相机模块与其他电路之间的距离 后置摄像头的凸起也就能进一步缩小 从专利文件看来 的确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就是不知道苹果什么时候才能实际应用一下 彻底干掉旗下产品相机的凸起 都会提交一大堆专利 原因是什么你懂的 小伙伴们会不会觉得相机突出是一个大问题呢?